大家好,我是Sherry,女世界的President 欢迎来到Sherry的100个Coffee Chat频道 很开心能把女世界多年来走访过的众多优秀女性的故事讲给你听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年轻的小伙伴Sherry 这个和我有着同样的英文名 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的小Sherry 一个刚刚毕业三年的跨界斜杠女青年 前几集介绍的都是老移民的故事 所以一开头都是那个时候 刚刚来到加拿大的她怎样怎样怎样 今天讲的是年轻人的故事 所以开头就不一样了 先给大家几个关键词 人工智能研究员 创业者 社交牛人 小红书博主 2022年女世界Grand Impact Awards 杰出青年女性大奖的获得者 小Sherry是多大毕业的学生 本科期间从建筑专业转到了UX专业 研究生期间加入了多大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三年前疫情来了 就业市场大受打击 当时连父母都觉得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 但是小Sherry呢早早的就拿到了三星的offer 那么稳定的在三星工作吗 不是的 她后来又换到了IBM工作了一年 然后又跳回到三星工作 这么一波的操作 怎么感觉到这些大厂 你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好像在赤裸裸的挑衅 就业寒冬 但是小Sherry说 不要被大厂吓着 也不要担心英语问题 只要认真准备 哪怕把面试问题全背下来 不卑不亢的面试和应对 拿到offer也不是很难的 而且北美职场没有国内那么卷 咱们华语普遍吃苦耐劳 踏实肯干 肯定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这几年找工作确实是不容易 但是当你有导师推荐 还有大企业实习背书 能找到好工作也是意料之中 其中有一点我还是很认同他的 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你首先要得相信自己 你才能表现得落落大方而得体 而这些在面试观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素养 但是说到能遇到这么多机会 小Sherry觉得这还要得益于自己的社交网络 这就和她的另一个标签 社交牛人连上了 刚刚上学的时候 她也是一个社恐 在多大读了四年本科前三年 基本上都没有当众说过话 害怕和别人当众的交流 可是呢偶然的几次机会 她在社交中认识的朋友 居然帮了大忙 让她顿时觉得 这社交还真是一个香饱饱 于是乎呢 就开始逼着自己走出舒适圈 不断的尝试 挑选好的event 出去接受朋友 一来二往 认识的朋友多了 而她的路也越走越宽 从社交中尝到甜头的小Sherry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不但自己去选择不错的event 去参加 而且呢还主动组织很多有意思的活动 邀请别人来参加 不断突破自己的社交圈臣 从社交中提升见识 搭建人脉和资源 这也就成就了如今的她 科研工作再加上社交达人 应该无暇顾及其他了吧 可是小Sherry在读书期间 就尝试了创业 大二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合伙 成立了seven cake 生意做的呢也是如火如荼 妥妥的学业事业两不悟 这还没有完 小Sherry呢如今还在小公书上 拥有几万粉丝 是一名妥妥的网红博主 她在上面分享自己的职业和创业经验 说到社交 小Sherry也是女世界平台的活跃分子 这个月的线下多伦多读书会在大同华举行 她来参加的时候还说 下次要早点知道 带更多的朋友一起来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参加了一个非常有质量的社交活动 也是大同华创始人Cindy的新书发布会 我真的有被她精彩的演讲和故事深深感动 我从中的那个动力 所以呢 我就很想说 我一定要支持你 支持你们最好的方法 就是受罪 Cindy真的超级幽默 还分享了她的家庭事业和创业平衡的经历 各位我们是女性啊 我们要躲在男 没有男的哈 我的成功并不容易 我跟所有的姨姨一样 来的时候遭受了很多的挑战 但是呢 我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啊 第一个 我很坚持 然后呢 第二个是我有正确的态度 第三个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观念 这观念是什么 立她 组织者女世界的Lisa 也向我们分享 她对成功女性领导者的看法 通常她们会有三个共性 一 Storytelling 二 Leadership 三 Eager to Learn 这些共性让她们成为真正的领袖 带领团队走向成功 又去学法律 就是需要什么 就去学什么 对的 领导人物Cindy一起学习的机会 这次发布会真的是收获满满 首先爱读书是一种有效的偏方 它能够激发我们的内驱力 让我们更有动力的去追求事业 其次一定要找一份自己特别热爱的事业 感谢Sindy让我收获破风 感谢女世界 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你 说到这里呢 我必须来个硬广 女世界每一周都有常规性的活动 在大多地区的Augville North York 和Markham 以及奥多瓦地区举行 接下来呢 还会在加拿大的主要城市 例如蒙特利尔 温哥华等地开展起来 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 好 应光打完了 看着小Sherry的故事 有时真的会感觉到年轻时折腾的那种感觉真好 有人问过小Sherry说 哎你这么能折腾你爸妈是什么态度啊 小Sherry就说 她的父母很支持她 她是在一个很宽松的环境下长大的 基本上她想干什么 父母都支持 那她爸妈经常说的就是 哎去 好好享受你自己选择的生活就行 我们永远都支持你 为你撑起后路 可是小Sherry所想的呢 却是 我才不要你后路 我一定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来 这不得不说哈 有的人天生呢就是能成事的 内心呢就是永远朝着光去追逐的 有的人也可能会说富二代嘛 有资本去追逐 这话我觉得也不假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 在于小Sherry的对话中 你会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女孩 比如说大学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那就主动去寻求教授 行业专家以及长辈们的帮助 早早的规划自己的人生 选定了AI这个领域发展 那一旦选定了呢 就积极主动的去开拓资源 得到教授的赏识 进入多大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学习 毕业后能顺利的进入三星 这个实验室的经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我想其中最最重要的 还是她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在选定的领域里去不断的尝试 也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边界 扩展自己的能力 比如说尝试投资创业当博主 我想每一步都不会是顺顺利利的 但是一旦做了呢 她又能够站到一个不同的起点上奋进了 在女世界的平台上 我认识很多女孩 小Sherry呢 有着她独特的能力和闪光的地方 她还这么年轻 未来我觉得还是大有可期的 假以时日 我们肯定能看到更精彩的人生 好了 关于小Sherry的斜杠人生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关注女世界的YouTube频道 我在这里每周都会给大家讲一个女孩的故事 希望能启迪你的人生 所以记得点赞收藏 也欢迎大家下载She App 寻找万千和你同评的优秀女性 Ree Coffee Chat 一起聊聊 再见 1 2 1 2 1 2 1 1 2 感谢观看